今天再多謝大家121日比亞迪 理由是什麼呢? 大家都不用說了 比亞迪電動汽車銷售 現在中央其中一個政策 希望可以全面用電動汽車 其實全球環球人類的歷史走向 都是越走越前 所以不久的將來 我相信全球都會 由電動車取代傳統的柴油和汽油車 再加上比亞迪公佈了一個消息 厲害 他現在的汽車銷售量 竟然是可以跑贏 跑贏了Tesla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未來的後市也有望 可以提高一線 他公佈了2021年7月 全球新能源汽車銷售量 7月比亞迪的銷售量 去到4.7萬架 而Tesla只是3.5萬 反映了他的銷售量很理想 而股價也很漂亮 在250-260元的位置 其實已經捉了一個收集區 技術上來說 這個橫行的收集區 現在突破了 去到270多 有機會挑戰之前的高位 295元 甚至乎他有信心 會過到300元這個水平 比亞迪的消息面都多 見到他又即將推出過 海洋系列 見到他的半導體 分拆A股上市 也有些進展 Alvin 你覺得現價也可以進入嗎? 我覺得可以 現價可以買入 目標價是300元以上